竹籃打水一場空 Damas選擇了一個4倍的SQUIZE 那這個賽事我覺得對波羅斯基壓力應該是蠻大的 因為他只有24萬的籌碼 總共加前面的總共是26萬 那對手打這個駐馬其實讓他是有點接近套匙 所以其實是蠻難跟的 對 可是反倒SQUIZE 他們後手籌碼其實 蠻深 稍微多一點 可是 不一定有必要 對 不一定有必要 SQUIZE 如果 他這裡其實55萬的籌碼 55個BB 他加到了8個BB 他選擇跟著 對自己的實力有強大的自信 這時候幾乎是剝削式的跟著 為自己重新 守護住了 很大的 很大的 權益 那我覺得這個 對阿達嘛 是非常非常好的FLOP 對 我這邊如果是他 好像也只剩下ALL IN的選項 我啦 因為現在只剩下1比1的底次 那如果不ALL IN的話 當然 因為今天不管怎麼樣 如果對手有一個 OVERPLAY的話 是一定會跟著 可是他這邊是唯一一個 可以搶下底次的一個 比較好的機會 對 看他如何抉擇 他選擇下注 好一個超級超級小的下注 在20萬的底次下注了大概六分之一而已 對 Snail 選擇FLOP 這個KING PAIN 其實我發現很多職業 或是非常強的玩家 他們有個共同性就是 他們打了超級年 對 打非常年 很年 我覺得你也打挺年了 真的 我給你打過 絕不輕易的蓋牌 有任何的BADLE都在CB 對 所以就算BADLE被TRIGGER 都還要再扛一把 對 頭鐵 這頭非常鐵 因為其實 越大的 怎麼說呢 就是說 打牌越多 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時候 氣牌率真的非常重要 你不能被剝削太多 牌力的壓制大家都有 因為運氣是一個波動式的 人流的 好 哇 這裡希望 CADLE不要有過多的想法 可是在 他也不知道CADLE 到底有沒有Ace 其他有趣的也是有Ace 所以 我覺得這邊他還是要試著O-In 不然他 而且他可以O-In的話 如果對手沒有的話 可以不用開牌 不要讓人知道要拿Ace Duce 來做Squeeze 然後 而且CADLE如果Ace的話 這邊可能還是會扣 所以 沒有抓到 沒有射陷阱成功 對 哇 CADLE這裡是太狡猾了 面對對手 CADLE 兩條街check 他沒有任何過分的動作 這個定力不夠的人 可能就衝出來 就送一組了 對 怒送一波 對 甚至我這裡面對 這樣子一個翻牌面 我很有可能會直接打一個 因為面對他兩條街的check 我覺得他對手範圍裡面幾乎都沒有A 對啊 那我這裡直接下一個 可能會打一個超池 有可能就是一個三倍 對啊 就自己送上去 對 送一波 怒送 真的 CADLE打得非常非常的細膩 對啊 CADLE好厲害 這彷彿是真的是長眼睛看到了 就長開天眼看到了 看到了對手的埋伏一樣 對手的埋伏 可以看到他兩次跟注 在翻前和flop 都是在自己還具有高EV的情況下 就高權益的情況下 進行了跟注 在翻前的跟注 為自己保護了45%的權益 在flop他有位置優勢 繼續去選擇保護自己20%多的權益 而且在他沒有看到對手底牌的情況下 他是根本不知道這些的 並且最後也是在對手試落兩條街的時候 並沒有選擇下注 他這個埋伏這埋伏的蠻漂亮的 若是我就送頭了 對 我也是 喔 我們的 DAVID 中了一個兩隊 對 在6萬無敵是下注2萬 順利拿下 對 7-2是在這個面上毫無概念 對 連個Battle flush都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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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我們的Devis有個K10銅花 對 這手牌就是剛剛Sedale在同樣的位置拿到的一手牌 連花色都一樣 對 他選擇加注2萬3 S10 這七手可以選擇call也是可以選擇3B的牌 對啊 就其實在你的牌的Range領先對手Range的時候 你要跟你要3B其實都是可以的 都是很好的選擇 對 看你想要用什麼樣的策略 所以每個人會有一些平衡的方法 譬如說假設 我譬如說我的ASUS 我有時候可能也會用跟注 那什麼時候選擇跟注呢 我就會根據每個月份 我這個月也是要跟什麼花色 哈哈哈哈 哇 你這個平衡是有點玄學的平衡 我是根據月份來決定我選擇要跟注 天花 狀況 這裡我們的ChipLiter是 拿到了天花 並且在最前置的位置 在這種FORWARD的底持很難偷 對 可以看到雖然在 在這裏有天花 但是BB位置還是有一個兩頭腳順 好 目前是100%了 但是其他人還是什麼都沒有 那我這邊應該要跳出來做個架子下注 蓋個底絲 然而並沒有任何人有支付的能力啊 真的沒有人跟得了 對 這時候排的絕對排率差距有點拉得過於強了 過於大了 PODOSKI有一個雙頭順 但是他這個雙頭順 對 因為在第二位後面有兩個人其實蠻難跟的 應該的 對 他的位置特別差 對啊 在天花面 頂著後面兩個未行動的玩家 沒有後門 花的保護才選擇放棄 這是一個絕對明智的選擇 順利收下底子 對 下很多低水瓶的玩家可能在這裡就會覺得 啊我有兩頭抽身啊 我不管我FOR不掉啊 然後就不考慮後衛有多少 至今的未行動玩家也不考慮對手在 前置位的Lead代表了一個什麼樣的牌力 我們的Trip Leader今天看來是手氣蠻好的 對 這次的 這次的 我們剩下的是最後一個級別 打完這個級別之後我們今天的解說也會隨之結束 明天繼續為了大家帶來這場比賽的Day 2的解說 Day 2的勢必應該就會更加精彩 對 那是必然的 對 一場比賽總是越到 之後越精彩 因為伴隨著是巨額的Money Jump 對啊 那像這場的人次比 呃 我們前面的短牌人次又稍微更多 對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這場的第一名一定是獎金會突破一千萬 對 我們的S8 3B O1 有彈幕玩家 有彈幕朋友問到為什麼剛好他的雜花35在大盲位置 已经有三加路持情况下 还要继续跟进 这是由于正是由于三加路持 加上Anti给了他一个非常合适的比例 他可以用多花一个盲注的钱 去看一个接近六七个盲注的底持 那么数学上 这里他只要拥有百分之十几的盈利 只要拥有百分之十几的盈利 就可以看这个底持 是正EV的 对啊 可是是我可能还是不会跟的 虽然是很多人进来 我会跟 因为这个赔率实在太好了 因为你进去哪怕概率很低 你一旦会找到一些像天顺或者是两头顺 可是就是 或者是三条 因为我当然 因为我觉得比赛 就是你的命就是那么一条 那当然是这会很合赔率 可是如果现金做不一样 你死还可以充满 你这长期这个赔率是可以实现 可是如果你抵抗一些比较弱的牌在比赛 你可能就不想 你这把死掉了 你后面又不用打了 对 而且其实在打扑克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遭遇到很多问题 其实那些问题都来自于prefab的决定 你要往回推 推到最前面嘛 对 所以当你选择牌越弱 你进去这个底持 问题越大 而且再加上一个很巨大的底持 你就必须要 去去拼一把 对 那我是会选择一些比较好一点的牌 拼一把 那些太弱的牌 可能不小心就会跌掉了 或是去一个买一个双头顺 然后就死了 然后觉得会蛮可惜的 尤其是一个这么大的比赛 或者比赛到后期 所以我才 再加上传奇 你看高手这么多 我可能就会 在没有位置的状况之下 打得很紧 我是会在高手越多的场合 我越是会贴近数学 对 我比较相信数字 其实再差的牌 排面上显示牌力差 但是概率上我如果觉得是 明显正EV的选择 我会对 我会去冒险 我是一个比较 躺在波动里的牌手 对 我会选择做一些很大的波动 所以像我一般的话 我的打锦标赛 在Day1的时候都能打到满身 或者是早早的在前几个level 就直接掉了 是一个比较两极分化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比较追求在 锦标赛前期 跟人做一些大的波动 而是 好 这边是下了一个小猪 Adomox是大猫吗 还是open raiser呢 所以他是在后卫 但是这张牌没有什么用 这张牌依然是只是 一个踢角 那我觉得这边可能 可以来一个check 来扣对手的reboot的一个下注 因为你这边C-bet的状况之下 对手可能要买A要买OK 那当然会有一些顺座 那如果要隔离一些买顺的状况 可能可以打一个 一样是一个很小的bet 让对手一些顺座可以直接弃掉 然后没办法实现他的equity 对 打得非常稳健 两位选手在tend上都选择过牌 River不知道前之位玩家 会不会有这个 跳出来打的一个举动 这应该是蛮容易看到 对 看到对方底牌的 对 我猜他这里应该是会check 选择check 决定权又回到了 我们后之位的Adomox手里 我觉得如果是他我应该也会做一个check 因为这个9的kick是用不到的 这里就看他对于对手范围的解读 如果对手范围里面他认为这里还是有一些实施勾勾的守队 那他需要去寻求一些value 打了一个半尺 那选择call 那是一个chop 是个chop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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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一槍 我們的區比倫爾買一槍而已 只買了一發 最省錢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比賽都是可以reentry 重複買入 無限買入 可是像比如說一些大比賽 像WSOP 他的主賽事就是只有一次機會 是的 這次的50萬港幣的買入賽是無限買入制 我們的Style拿到一個很強的牌 Parking Knights在Cut Off 加住25000 也是一個mini-race 充分地引擎了他的牌力 Athamas在大馬看到一張K 那基本上應該都是什麼牌都會跟 那我們場上 剩下最後28名玩家 好 雙方 Check check 那Style這邊 Parking Knights 應該算是一個 領先對手蠻多的一個 手牌範圍 而且 轉牌又掉了Q 那對手有Q的區域其實蠻低的 我覺得這邊可以來試著做一個下注的Value Bay嗎 好 從頭到尾就Check 那 如果這張JL GO又掉出來的話 應該就是Check check 可是我覺得Athamas打的話 Style也不會丟到他的99 對 不知道他的Kick是什麼 他還是選的Check 那這裡應該Style是大了 看他如何解讀對手的範圍 他是不是會選擇考慮抓取對手一些 超級飽的價值 8 和5 啊他有Check 他選擇Check 我們沒有看到Damas 對選擇改牌 那一對9是順利的贏下底持 可以看到Style打得非常的穩健 在緩慢的爬升他的籌碼 啊 他用筷子的手法是非常標準啊 哈哈 是我看到過的歐美的選手裡面 拿筷子姿勢最接近正確用法的 拍手 不愧是已經 啊 也活了 縱橫沙場 對 縱橫沙場 幾十年 應該是品嘗過不少的亞洲美味 看他拿筷子姿勢就知道是一個老江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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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個大忙左右 這人被阿達瑪斯 就像我講的 那個 剛才5我就4比Oin 所以阿達瑪斯3比我 77就Oin他了 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位置主要是 對啊 尤其Barton對上小忙 對 總共有31個大忙左右 他選擇All-in 選擇直接30比一起Oin 昨天77的話 你會跟嗎 30個BBR 我可能我自己是會跟 我會跟 因為 因為其實通常 往往對手在這種30比之前Oin 不太會有太大的對峙 因為大隊還是選擇3比 他跟了 77在Barton 這算是一個蠻強的排力 主要是位置太敏感了 在 在Barton對SB的範圍裡面 類似BB 其實基本上 77也是屬於Top range R5 R5 我們看到FLOB拉出來 就是一張K 那麼77現在是剩下 兩個Oin的出路 依然是兩個Oin 這張紅桃球並沒有改變任何的 情形 哎呦有點像 三邊 那這裡AK是成功Double 兩位玩家基本等於互相交換了籌碼 剛從APD過來也是一個77輸掉 輸給A4 在Hiro的Final Table上面 我是打完第一場主賽就直接走過來了 哈哈 第一場主賽我在D3的時候是 升籌碼的時候拿到一首KK 抓到了Set 慘 不過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只要沒打錯排馬就還算OK 錦標賽就是這樣子 有運氣的成分 但是你要堅守住自己的 體系 慢慢的等待 總有一天機會回來 是的 把牌打好 我覺得就是打撲克就是 你的目標當然要定得很 很可能是定得很遠很大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牌打好 然後 自然就會達到你想要的位置 對 就像阿彤你的目標設定 打牌對你來說並不是為了賺錢 你是為了你的榮譽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好好認真打牌 榮譽跟錢都會自然出現 其實 我就是真心地熱愛這個 這個東西 對 剖克是非常有魅力的 你越 身陷其中 你越發現其中 他帶給你的各種體驗 非常的 很棒 那這裡八二是一個輕易的蓋牌 嗯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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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會拿到發 我們的Backclock雖然剛剛損失一個三萬的籌碼 可是依然是我們這桌上的Tripleader還是有130萬左右籌碼 不知道另外一桌Michael Souza的籌碼怎麼樣 因為他剛剛很早期也是打到130萬 所以兩桌的Tripleader都是馬來西亞的玩家 對 近幾年馬來西亞玩家在國際賽場上的表現真的非常的好 尤其是這種好客賽 好客賽 在歐洲有德國棒 在亞洲有馬來西亞棒 馬來西亞棒 對 高額撲克圈的東西對抗 我們的北考現在玩得越來越聳 剛剛開個28蘇體現在開個49蘇體 哈哈 但是他的 位置是非常好的 對 好我們的Stanley 抵抗他的Care不同話 雙方都沒有擊中 那雙方沒有擊中中之下 庄家 後手位置還是選擇還是會比較有優勢的 因為他可以 選擇CBash去偷比較多的底次 對 並且對手的K2在這裡其實是 概念蠻少的 概念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概念 他的 黑桃2 後門花也是非常的小 等於沒有 那這裡是很輕易的選擇了放棄 現在已經感覺有點在控制桌子的感覺 好 Stanley 有一個King Queen Suit 他蠻有可能會選擇做一個Sunbed 或是跟住 這邊是絕對是不太有機會蓋掉的 只是他現在想說要Sunbed 還是要選擇跟住呢 對 這裡顯然是不會蓋掉的 他們好像很喜歡喝綠茶 對 紀州島其實有一個名產就是一個綠茶 是嗎 對 對 他附近我記得這邊還有一個什麼綠茶的農場 上次玩特地去吃過 所以可能是這邊綠茶特別的有名 有可能喔 那這裡遭遇到兩個根柱之後 他的A10會擠壓嗎 他做了一個擠壓 應該是在10萬左右 10萬 選擇好好 選擇了一個 對 4倍左右的家族 哇喔 選擇在有利位置進行跟住 那這樣的話 再來三人底池 King Queen不知道合不合適喔 可是可能底池 賠率是算是蠻好的 對 Stanley應該會選擇跟住嗎 好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大的底池 現在底池已經有 3加底池 3萬2千 他們一點都不害怕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Bekong 有沒有持續有Chip Leader的優勢跟運氣呢 不過看到兩位玩家是手上銅花都是紅桃 喔 這是一個夢幻flop 對於BB位置的Darius來說 對 太開心了 他配了帶NASFARGE座 對 雖然我們的Chip Leader現在是擊中了敵對 但是這牌的發展性是太差了 那他現在的籌碼比是1比1 可是我覺得這邊他要check 埋伏或是你要直接O-in其實都沒有什麼關係 都可以 都可以 要下注也可以 反正這個牌是一定打完的 對 他又下了一個小注 超級小的注 差不多是一個5分之1 20%左右的注 對 那有擊中他繼續跟注一條街 我相信Stanley應該選擇蓋牌了 他這邊只有4張抽順的機會 並且出任何一張方片的10 都不是 他沒有選擇進去 而且他的位置就是最不好 對 而且方片10時已經到了最後手裡 出方片還很尷尬 現在來出一個 那現在他後手只剩23萬 底次是44萬 應該是個Easy Show 還是他會選擇埋伏check讓對手打擊 所以也不是沒有可能 陷阱成功了 抓到了 只剩下4個奧子 對 抓到了對手的 對啊 只剩下2張6 2張7 可是 還不能開出Diamond的6出來 哇 Stanley中了順子 可是他改掉了 不過盒牌是 他一定是看不到的 對啊 看不到的 對 在TEN上一定會遭遇極大的反抗 對 哇 這一個TEN的這個check 非常非常漂亮 對 讓對手 all in自殺 哇 嗯 哇 這是一個 他把他剛剛那輸掉30個BB 打了回來 這手牌實在是 這個flop對他來說太有力了 對 對 對 不過也還OK 對於我們的chip leader來說 這樣的損失 只是小傷 對小傷小傷 對 畢竟他在前期積累了太多的籌碼 我們看看他接下來的表現 我們 好的 Stanley 對 勾六 開牌 這小忙大忙這兩家可以對決的牌 也不是可以對決的牌啦 小忙大忙這兩個都是可以玩的牌 阿達馬斯 他是不是要 選擇加注呢 好 他選擇check 因為這也是一手可以 非常好的 遊戲防後的牌 就是防後蠻好 蠻好打的牌 對 那這個80 有個卡順 北斗Flash 下週五 應該是還可以的 可以打一萬一千左右 一萬兩千 因為他的十high的showdown value是比較差 一萬兩千 一萬三分之一 對 一個BB 選擇 選擇 Queen High 全打 選擇一個float 對 因為他有一個 北斗Flash 對 圈高的backdoorFlash 那這個阿達馬斯必要再打一發囉 對 一個卡順 北斗花 高全一 但是低showdown value的一手牌 對 是一個非常好的適合他Double Barrel的一個 牌面 我覺得可以下個一半吧 剛剛下三分之一 TEN打個二分之一 這裡應該要下中逐的 對 可能 哦 他是選擇check 再看一條街 拿免費的 對 可以 完全可以 拿免費的交 沒有交出來 那這裡他也其實可以 如果沒有交出來的話 是對手的 打法而言 如果對手bet他這裡也是可以非常輕鬆的放棄 那Davis他現在是不是在懷疑自己的Q還沒有showdown value呢 他選擇check 這邊特沒打River 打得出來嗎 你覺得呢 這是一個55開的權衡吧 對 而且他的這個 因為他沒有showdown value只有死海 要打的話得打還蠻重的 啊 六萬多吧 六萬 整個 滿坡 那我們看到 那其實意義是一樣的 因為他這裡圈high 無論如何是怎麼都抓不了的 很難講 我覺得這邊 這邊不是一秒就蓋掉的 哎呀 蓋掉了 對 可是我這邊還是有看過 又圈high 就像頭最鐵的那種 就在A-high A-high可以 疊牌的BOL上就是會抓的 因為你想在這個BOL上 出了225 勾 225勾7嗎 有 對 225勾7嘛 對嘛 2張2 1張勾 1張5 1張7 那麼你的圈high能贏的組合 其實只有 呃 19-8-6 19-8-8-9-3 19-8-6-3 這幾張牌的組合 那麼這幾張牌 你即使算上所有的 混合組合 也只有 將近對手範圍裡面 聊和聊無幾百分之二十不到 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幾的 組合 也就是說 面對一個對手的 全部手牌範圍 你才贏百分之十幾 更不要說是 面對對手的 兩槍下注的一個範圍 甚至可能抓機沒擊打 對手有A-high的一些 一些可能性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即使你知道對手 有可能大概率在bluff 但是你的手上的牌勢 但是太難看了 我們還是只能抵抗 我們自己的 對對對 不過不要緊 總會等到機會 我們的Gibley的 在大盲位 防守十四紅桃 以他現在的馬量 完全是可以防守很多的 大盲 我們來看一下flop 那這個flop跟我們的大盲玩家 已經是基本上完全沒有關係了 他可以輕鬆的放棄 他中了一個死 會不會跟下去買一個4呢 對他有中10喔 那這裡還是可能會放棄吧 因為畢竟是有兩家玩家的跟住 他下的蠻輕的 兩萬八 他打得很延遲 跟住 對對自己的排擊非常的自信 這個JJ現在也是心裡 一兩 對啊 扣兩家總有K了吧 對啊 啊 DRAFT 對 要確定是CRISP 這張牌 會不會來做一個DOWN BAY呢 沒有 他還要繼續動 在3位的狀況之下 有個PUCKY JACKS 他選擇繼續動 還是兩萬八 還是一個非常小的BAD 還是一個非常小的BAD 繼續跟 因為AGO這手牌 給了太好的賠率 只能這麼說 給了太好的賠率 還有賠率就是乖乖跟嗎 對 這是一個基於數學的無奈跟住 對 這A-JACK還是有SHOWDOWN VALUE的 對 會是A-JACK 而且這張4 草花4也是在他後衛跟住的範圍內 他是有一定的買花組合的 Check-JACK 他是覺得他的A-GO是有SHOWDOWN VALUE的 對 夠夠是拿到了兩條街的搏架值 Go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Briant Kenny 好像有蠻多的籌碼 對 應該是超過一百二十萬 兩萬五的一落二十個 才有兩落 我們看到這是我們 我的偶像來了 Steven Chetwick 對 Steven Chetwick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籌碼量 好像也是不錯 還挺健康 而且我記得就是 去年的轉播Tri-10的時候 完全都 預測Steven Chetwick的打法 完全預測錯誤 哈哈 他去了好多top pair 然後做了很多陷阱 都是我意想不到的 真的是 但是 就是 轉播的同時 覺得看著他的牌 都覺得 就讓他牌打開的感覺 都很難跟他打 是嗎 對 這麼神奇的嗎 我還沒有機會跟他打過 有機會想要體驗一下 Justine Bonomo 對 Justine Bonomo 我們的傳奇撲克第一場 二十五萬港密買入 短牌賽事的冠軍 在今年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 都在學Justine Bonomo的 打牌的知識 Justine Bonomo 是他的打牌的動作 是他做完決定之後 他會把手放在下面 對 他會把手放在下面 然後check的時候 拿起來這樣捶一捶桌子 然後到今年我發現 好多人的打牌的方法 都很像他 都很像他 因為我也有一陣子 也學了一陣子 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麼一說真的有 真的有 對 以往會把手放在 排隊下台很少 可是自從 Justine Bonomo 去年這個大放異彩之後 我發現很多Poker玩家 都有在學這一個 所以代表大家都有注意到這一點 對 然後他的S-King 是遭遇到對手的 一個check race 就像 我們 早一點有說過 會拿一個 one pair 在AAB的ball上 做一個check race 是完全可以的 對 已經在這裡看到了 他們 的打法 那S-King 勢必是 Defense 也是 也是必須要Defense 因為對手 還是有可能 Charrise一些 不是很好排 那S-King還是會有 Torber Card可以買 對 S-King選擇繼續跟住嗎 Reverse 6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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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他是小芒 喔 他是小芒 喔 他是真的一點都不怕 對手範圍裡有3喔 但是 這是小芒跟大芒 對 因為Reverse出了一張黑桃 他倒是也有花的 可能 可是他自己手上沒有任何一張Block 對 對,打得很飄逸這手AK 這手AK也可能是因為對手在TNT上的BAT尺度比較小 讓他感覺對手可能排力並沒有到一張三的強度 剛剛我沒有看,不是剛剛換過來 可是剛剛看好像是轉過來的同時我看到 Flake是在遇到對手的加助,然後選擇跟著 對,這裡是成功的把對手的K5打蓋掉 這手牌,他展現的牌力是真的非常強 因為在面對對手的flop的Race,他選擇跟著 TNT上也選擇繼續跟著,River直接打出來ALL IN 他說你直接跟我講,我們又懶得去看那個 懶得去看那個等一下的直播了 對 好,我們再多看到了SK Flink 在我們的Hijack,選擇加住兩BB 反應 Hiji 244 鋫 près Flink 這把牌也算是滿大的牌 可是對象一itting 真小柜 我orrall 覺得跟著可能會稍會好一點 好 直接直接选择All-in了 一个地带秒call 面对一个UT级的加注 他第一位利用大城马优势选择 直接All-in 因为的确对手的 也是够大了 因为对手的忙助也不多 对 20个BB 对 20个BB 他的绝对赢率 再加上他的对手的7排率 的确也是够 Oh Tun来了一个Jack 还有六七张奥 一张10会为AK拿来Nutschern 一张K会为AK带来击中 一张10 成功的再次反超回来 超车超车再超车 I think I have 244 那么拿到了一次翻倍 20个大帽 也是蛮多 24万 对 现在一下子又用了40多个大帽 啊这里 这里 他的S-King 在49万9千的地区 下注 对 然后40万下注 对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左右 对 四分之一 他这里还挺不错 四分之一的下注 好 做了一个Race 打得非常的凶 加注25万 这手牌在翻牌前 应该是个3B的地区 对 是3B的地区 对 是3B的地区 对 是3B的地区 他是做了一个 FROP的check call跟注 跟注 5秒 这边蛮有可能的 会再推回去 因为毕竟上面有 FROP的 因有成FROP的 所以这边的FROP的 其实还是有机会 推回去的 他在这里只输一手 勾勾吧 在对手的范围里面 只输一手勾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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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牌 盖牌 哇 我们TRIP READER 剩下40万的筹码 对 他 在前面几手牌的 激进操作 都撞到了对手蛮大的牌 水灵 损失了很多的积分牌 在合牌一个9万5的下注也是非常的好 induce对手的一个bluff 所以对手也需要有一定的think level 才能去接到这个梗 因为普通的渔玩家他可能觉得你下注我就弃牌 但是一些高手就会发现你下注尺度的一些漏洞 可能觉得你这里是想要打think value 那我就要对你做一个挤压 剥削你 正好又中了对手top range的陷阱 两位玩家think level都非常高 有的时候一手牌不能只看输赢 也要看整个打牌的思路和玩家在心里面的博弈过程 那devis 这边是否选择要三bet呢还是选择跟注 哦30bb直接的all in 非常的凶 是啊 最近其实在网上常看到这种meta 以前就觉得30个bball in 其实真的太多了 对 可是其实他们现在就是 只要认为他的这个range 是理线你的这个range的时候 都可以 都可以的 这30bb就直接推了 对都可以 之前在pspc主赛的时候 张姐王打就有一个40多个bb 在bb的时候用a9同色打了一个四bet all in 啊直接直接all in 对40多个bb 是直接all in吗 还是有人open 4bet 没有没有他做了open被 3b 大盲位做了一个3b 对 a9 对他然后a9拿 a9是bet all in 我觉得 是40多个bb还是60多个bb 还可以啊 小盲队大嘛 对 还行 对手有跟吗 对手是a 哈哈哈 打得非常的激进 如果对手这里不是top range的话 很可能被他打 对啊 对啊对啊 打得非常的疯狂 诶 这边Stanley 他的99没有选择3bet 99这里面对枪口位的加注 的确是可以跟住 对可以跟住 对 可是 back cock打得比较松一点 我可能会选择3bet 那被all in我就跟了 在枪口位 2-2 略显边缘 啊 这五人桌 但凡击中的话 对啊五人桌 那是完全可以打的 如果九人桌 2-2应该直接盖掉 对 近期期望能得到一个set 啊 那99目前来看还是非常的安心 因为 只盖了一顶帽子还ok 对 不是发出来像A勾K 99就直接mark 这边选择一个betting来保护自己的99 避免被overcar操车 对 做了一个三分之一的下注成功收持 现场是 感觉好像是要进入day 2了 但是他们没有装带 啊 筹码装带了 他们拿起了装带 那我们 是打完了这个level 所以这个目前的蓝桌和红桌 差不多 很多chip leader 差不多都是110万左右 可是应该还有其他的玩家 因为还剩大概24个左右 的 那应该chip leader 是不只会只有74个大盲的 应该 应该有超过 应该会有超过100个大盲的玩家 我们的michael solisa 就没有看到他 好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 两张直播之后 现在 筹码分布情况 目前 是 忙出来到816000 这场比赛是 传奇扑克2019年 在冀州岛站的 超高额 买入豪客赛 第三场赛是 50万港币买入的 no limit hold them 长牌扑克 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是 在韩国冀州岛 冀州神话世界 度假村 蓝鼎乐场 今天 有我 和 森林娜 以及大亨 为大家带来了 赛事结说 明天我们 继续会为大家 带来这场比赛的 Day 2 那么今天的结说就到此结束 大家晚安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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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